接下来的话,中文练习1 那这一题的话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答案就把年龄给做出来 那年龄我想前面我们做过啦 就是DADEF跟THEDAY函数 你就可以把年龄给带出来 这个前面交过 这前面交过 那这个血型分析呢 这个格子里面 太小一格啦 不过我们需要做什么 需要做的就是说 他如果是B型的话 那帮我查出来就是说 他的血型分析个为什么 B型 比如说你就把那个什么 充满感情的这个什么行动家 这几个字 就是用查表啦 再查到B 那对照表基本上就这个范围 其实也就是利用V环数啦 帮我把这一个表格 其实这个对照表 已经帮各位先建好了 在那个公式里面 已经有一个那个名称 在名称管理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个 血型 这边有没有血型 这边没血 那可能这个地方你第一个你要先建一个血型 因为之前我有帮各位建好了 那可能把它删掉了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围怎么样 叫做血型 那怎么做比较快 其实这边把这两个字先复制一下 我这个范围要叫血型 那我就把 底下这个范围 底下这个范围不包含那个标题栏位部分 先选起来 再到 上方这边有个名称 这个有个名称的一个 一个窗格 然后你就怎么样 把它贴上之后按一个Enter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把 底下的这个范围 底下这个范围 叫做血型 那以后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将来用那个virus函数的话 查一定是查D栏 查到B栏 再把第2栏 还有第3栏的资料 把这两栏的资料 带到那个格子里面 所以 这个时候到时候 你需要做什么 如果是B型的话 那血型分析就是 充满感情的 行动家 这个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放到这个格子里面来 然后再来 不过前面他这个题目有一个 要求说前面的部分 需要你怎么样 插入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一个星号 那这个星号的话 位置大概是放在 各位可以往下找 我印象中好像是在 哪一个呢 字表 好像是字表的这个 字表的格图这里吧 你往下找一下 字表格图里面 就有个星号 这个星号 那我需要这个 跟着一下 应该是其他符号 你就往下找 找到那个 其他符号的地方 会有个星号 你把它点两 插入后点两下 他这个星号就出来 也就是说 我需要的东西结果是 看到 一个星号 然后再一个星号 再把这个东西给 带过来 不过这个方法 不过这个方法 如果假设说你 土法链钢是这样做的话 那 你的那个 人数一多 就会有问题 不过 再来第二个 就是说 你把资料放格子里面 会有个问题 怎么样呢 这格子好像太小了 所以怎么办呢 需要把它放大 那请各位等一下记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 这几列 的列高大概就是 一起选取 按SHIFT键选取 列高 大概调到100左右吧 好 第1个 把列高调 高100 然后 这里面的资料 因为他没有折行 所以怎么办呢 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如果要让他 有折行的效果的话 对齐方式嘛 应该是 自动 换行 按确定 好 自动换行 再来的话 字稍微缩小一下 大概差不多10号字吧 OK 那做出来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再来呢 这边要换行 ALT加Enter 最后把它干脆 靠 这个范围里面的字 把它靠 左对齐好了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最后需要看到 这样的结果 类似长这样子 那当然刚刚是 土法链钢 如果说我不要 土法链钢的话 用V盤数怎么做 所以有两个主要问题 一 年龄算出来 第二的话就是什么 利用什么 V盤数 在这个前面呢 串接一个这个 然后这边要换行 这边要一个信号 再把资料带过来 OK 那可能会是问题的就是 你在函数里面 怎么加一个换行 因为如果说你在一般 作业的时候 你可以用ALT加Enter 可是如果说你不是在 这个 就是说 程式里面怎么把 ALT加Enter 这个动作 变成 在我们的那个 公式里面 公式里面 有没有 办法加一个 换行 最后的话 可以 点它两下 自动就填满了 所以大家 两个问题 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 针对 这两个问题做解答 那上面有答案 当然这个怎么做出 我们按部就帮来看一下 最好 你自己可以试着做做看 这个是函数的 这个是VBA的 那也是你比如说你这边有个VBA 按下去 一样可以把旁边的 效果给做一遍 一模一样 只是一个是 要下 公式 下一堆公式 然后向下填满 一个是当然写完之后 也许旁边加个按钮 也许加个效率也可以 按下去 自动全部完成 那程式都在这边 OK 那当然就要做了 不过这个是图 如果你要 完整的程式 旁边有程式 你只要动手 知道Ctrl C Ctrl V 贴唱 也可以弱 不过初期 也许你们刚刚功力 还不太够的时候 没有关系 你可以 暂时先用复制贴唱 我们 等一下的东西 应该是在 在这边 有没有 血型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好 那首先的话 我们按部就班来 来完成这一题好了 那一样 我们的那个云端 云端白板的位置 那你只要记得起来 之后 反正这东西都在这上面 不过当然我还是建议 各位一定要动手做 还有就是自己动手 整理一下 自己的一套 因为每一个人 对于VBA 或者对于Sale的这个 这个 函数 在提高工作效率上面的 需求不同 所以 可以自己再想想 那另外如果说 你们有工作上 遇到问题 或者学习上遇到问题 那也欢迎提出来 最后也可以想想看 将来的那个 一个小 小型的那个 专题的 好 部分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 第一个学习 那学 那年龄部分先来看 年龄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 用Dedif加的Date 这个因为前面做过 特别是那个Dedif 我讲过了 因为这个函数 你直接用 插入函数 因为是找不到 自己要手动打 Dedif 刮胡 那他 总共需要有几个参数 总共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就是 前面一点的 日期 就是这个 生日 取得他的生日 在逗点 跟什么日期比呢 跟今天 那今天的话呢 直接用 Today 打个Today 然后小刮胡 逗点 第三个比什么 比Y 就比年龄 几岁 好按打勾之后 这个年龄就出来了 直接向下填满 年龄就OK了 这个前面有做过了 所以 接下来就叫熟悉了 如果不熟悉 将来你可以 把云端的东西 当成一个范本 忘记的话 在上面找一下就好了 你知道在 其实这东西 其实说你要一下子马上记起来 那不太可能 不过将来如果忘记 至少你要找得到 找得到 那个 去哪边找 因为 有时候Google 你Google半天 也不见得Google 得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有现成的 那常用 用久了 大概就记得 OK 好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我们要血型 这个血型 分析 那记得就是说 再还没 我们把它delete掉 还没做之前 请各位 先按 先选第1 这个第6列 然后再选 第25列 Shift键按住 把这范围选起来 按右键 去调整它的列高 那原来的列高 太窄了 放不下那么多资料 所以呢 请你把那个列高 大概调到 差不多100左右 把它调100 100的话 印象中 好像100个像素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高度调为100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说 里面的这个 储存格 那我们就是要 把资料抓过来 所以我们再 确定一下公式里面 你们名称管理员里面 有没有已经做好一个叫名称的东西了 这个名称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这边点一下好了 指的就是 跟这一样 应该是雪形 应该是雪形 指的就是说这个范围 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在它的这个上面有一个名称的一个 编辑列 编辑的一个 一个储存 一个格子 你把它输入雪形 按Enter 它以后 就是 用 这一个 用这个名称 当成这个范围 它会有三栏 1 1 2 3 那我刚 我前面讲过 查一定查第1栏 带资料过来 一定是带第2或第3 OK好 那我们来 完成这个部分的设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 第1个 我们先 做什么 先插入一个那个吧 星号 因为现在 所以星号在哪边 插入符号 符号里面呢 你记得 从这边找到那个 大概中间的位置 有个其他 其他符号 其他符号里面有个星号 先插入一下 那这个是我们要的 不过 请你把它剪下来 Ctrl X 放在哪里 放在公式里面 等于 双引号 接上 因为我要把它放在公式里面 所以 插入之后 剪过来 放在这边 然后呢 把它当一个字串 end 一个开头 先一个星号 再 加上什么呢 血型分析 先利用他的b栏 去找到他的第2栏 再找到他第3栏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是 end 然后 在这个后面呢